原来小S也有剥虾论,弱弱地问一句,S家族的女人是都对剥虾过敏吗?柔弱到无法自理剥虾? 在小S自己的综艺节目《西地有聊》上,小S大方地秀起了恩爱,揭秘了徐亚军在家里是一位超级暖男的老公。 不仅家务一手包揽,还经常贴心地为小S亲自下厨做晚餐。 料理烤肉的时候,徐亚军还会细心地询问小S,宝贝要紧偏肉,要不要吃家? 只不过徐亚军的体贴入微却得到了小S的拒绝。 小S表示自己不想吃虾,因为小S害怕手上沾染到虾的那个味道。 徐亚军听了连忙说没关系,立刻就亲自动手给小S拨虾。 咱就是说,小S这一波恩爱秀的,在场的嘉宾都佩服得无体头地。 只有国民老公修杰卡表示疑惑,就这?这不是基本操作吗? 是啊,对于其他的明星夫妇来说,这些或许都是基本的夫妻生活细节,可对于小S来说,就有一些难得了。 节目里,小S对于自己的家庭地位还比较心心满满,小S透露了自己经常被婆婆催生男孩的问题。 婆婆一直觉得有一个女儿跟有一个儿子会很好。 面对婆婆的劝告,小S气得特别烦躁,也不敢跟老人家计较,转头就去找徐亚军发飙,回到房间就直骂徐亚军。 要搞清楚生男生女,都是你染色体决定的问题,自己去跟你妈说去。 徐亚军听完的反应也不生气,竟然是暖心地安慰小S说没关系,看来小S的夫妻关系还是很和平的。 徐亚军事故中,方方面面都很顾及小S的想法,只不过在另一档节目中,小S就自爆了自己跟婆婆的关系非常要好,特别会跟婆婆相处。 为了讨好婆婆,小S很乐意花钱在婆婆身上,经常给婆婆买各种名牌包包,都是自己平时不敢下手的顶级鳄鱼品,对婆婆有着自己亲妈都没得的待遇。 当节目里的女嘉宾问小S,妈妈跟婆婆两人中间,你比较爱谁?小S当机立断地就反应说,这还用想吗?当然是婆婆啊。 对婆婆施爱后,小S顺道还对婆婆疯狂输出了一波彩虹屁,表示自己生三个小孩还可以出来工作的原因,就是因为有婆婆做背后的女人,帮忙照顾小孩。 网友看到这里却表示不相信,觉得婆婆带出来的小孩指定不是这样的。 要知道,在小S的熏陶下,三位女儿对于时尚品位都有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。 就连小S本人穿衣打扮,三位女儿都给予评价。 大女儿觉得小S除了头以外,其他地方都看不见,完全就不在乎骂骂小S穿什么。 二女儿的评价就是比较中肯温柔,觉得小S的穿搭是有一点点小搭配的。 小女儿则最毒舍,不管小S穿什么衣服,小女儿都觉得看不过眼。 认为妈妈需要重新打扮,总觉得小S离美貌还差点意思。